好了朋友们 现在出发了 现在时间是9点43分 出发 往北走 然后往阿尔塞的方向走 走到331国道 开始要返方向走 然后到呆东去了 因为疫情没办法 所以不能从呆东直接去新家了 这次旅行就计划走一拜吧 到阿尔塞到呆东 辽阔的大草原啊 下次还会回来的 好了朋友们 我们走起 好了朋友们 我已经到了331国道了 给大家看一下 那个地方是北面 也就是 再往前走就是 蒙古国 我现在这个方向是东面 也就是往买州里方向走 那个是东面 那个是北面 两边还是都是草原啊 特别漂亮 我已经拐到331这个国道上来了 也就是从这个地方 我往那个地方走 就是一直可以到辽宁的呆东 也就是说331的起点 我这个地方走过去就是 往新疆的方向一直到 那个阿拉泰 那个那个新加卡纳斯那个位置啊 一直到331的终点啊 这就是331 我各个拐进来 好了我的旅程也是 我的331的国道旅行 也就是从这里开始啊 因为新疆的疫情 我就只有从这边往东面走 往辽宁呆东的方向走了 好了朋友们 我们继续出发 今天开了300多公里啊 到了 我把房子停在那里 给大家看一下 我到了西陵 锅勒门 东屋 珠木 兴旗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自读气的有点拗口啊 好 就是这个地方 看到没有 到了这个地方了 这个地方也是在331国道的 呃 边上啊 所以说我就 今天就到这个地方不走了 然后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 那个 就类似于我们好像 呃 内地那种 拜登中心啊 但是这里没 看一下没啥人啊 我打算把滑车晚上就停在这里 然后我找个挨近的地方 然后现在时间是4点09分了啊 所以说我要啊 啊 稍微休息会 然后找个地方吃饭吧 把摩托车卸下来 好了我把摩托车拿下来了 稍微清洗了一下 啊 去外面找个地方吃饭吧 啊 啊 我查了一下 大概周边一两公里有好多池的 好了 然后这个城市也是我走331国道 经过的第一个城市 所以后我也会去买一些补给 看一下周边有没有超市啊 哈喽朋友们我要出发 早吃的去了 好了我点了一个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上面是饼 这里有牛肉 土豆 还有豆角 这一锅够我一个人吃了 真的我还吃不完的 还好我那个手抓牙都没点 啊 手抓牙都不多了 所以没点就点了一个这个 这个缝量还是很大 嗯 嗯 这牛肉 就脑了 朋友们好 现在吃完晚饭了 也去超市采购了很多的东西 然后我把华车已经停到里面了 来看一下 啊 刚才读了那么难读的这个词啊 叫东什么什么旗 汉语解称东乌旗啊 因为确实比较拗口 就还好有有解称啊 啊这个地方呢 我就不 呃 不在周边玩了啊 我就今天住在这里 明天就往阿阿三方向走 阿阿三方向我也许会停个一两天吧 然后去周边的地方去看看啊 这个地方我就路过不停了啊 啊这是 啊 啊 是内蒙古的一个旗啊 主人口大概七万多啊 啊 北面就靠近那个蒙古国了啊 啊 也就是说一个小城小 应该按理说在我们那边的话 嗯 一个小镇吧 啊 七万多应该算一个小镇 我刚才去看了一下街道都还是 这个地方还是买新的 好多地方都是新的一个一些借主 所以路也特别宽啊 啊 晚上去点了一个菜啊 我觉得还吃的挺饱 啊 好了 呃 带我们家莲府溜一下吧 莲夫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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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不要跑啊 不要跑啊 好给他溜一下 然后好好的休息晚 今天说实话中午没怎么睡 然后到了这里以后 呃 睡了大概半个小时吧 然后去吃了晚饭 好了好好休息晚 亚洲精神明天继续 路上见朋友们